那我若是赢了你的棋 岂不是在座人上胜过于你啊 我只会下棋 不会交棋 子鱼公子 同学院我在养山 都是大口吃有大口喝酒 倒是下水吃娘子了 好吃 吃啊 难为师娘子 迁就我这个粗人 公子分明体贴入围 我听父亲说 公子读过很多书 还下得一首好棋 我小娘去世得早 自幼便无人教我八雅 不知公子可愿交血迹下棋 棋盘上这九个点 叫做星 中间那个点呢 叫做天园 那我就先占天园 你是初学者 先占脚 后占鞭 才不至于父辈受敌 你如果先下天园 根基不稳 不利于为地占木 就相当于 把先手让给了对方 棋封一如人封 教你下棋的人 便是把自己的秉性 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了你 望君珍惜啊 那我若是 赢了你的棋 岂不是在做人上 胜过于你啊 抱歉 我只会下棋 不会娇棋 是血迹唐突了 来 慢点 夫君 怎么还下床了 躺了大半日 想下来走走 沉沉筋骨 夫君这是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山上摘了些野果 此地寒凉 李妈妈 去温热一下 是 你快坐 有君物在身 也不能停留太久了 你为了我两地奔忙 至少坐下来喝口热茶 歇息一会儿吧 夫君 这几日药铺里可热闹了 先是林姐姐 又是王娘子 你知道吗 王娘子家的山羊 突然窝到地上 起都起不来 后来我去一看才发现 是她的桶里进了鬼田根 鬼田根 然后呢 鬼田根是当地的叫法 旁的地方不常见 你别看着鬼田根 貌不惊人 若是 把它 进入甘草饲料里 要兴甚么 只是可怜了那几只小山羊了 估计到此刻 都还缓不过来呢 我 陛夫君 你说这鬼田根能让山羊倒地不起 那战马呢 夫人这是何意啊 听说绒部都是骑兵 我的意思是 若有什么法子 让他们的战马吃了 浸过药的饲料 四肢虚软 岂不是能大大折损 其占领 是 既是好尽 但是该如何把这些饲料 放过去呢 我们可以收集 鬼田根的根须泡水 把甘草混入后 晾干了使用 如此是察验不出的 倘若他们让马儿试吃 马儿的身形 比山羊大那么多 一时半会儿 药效也不会发作 至于怎么送到敌方去 反正夫君你只管献策 王爷若是有胆识谋略 定会想出该如何行事的 我会跟王爷上报 可是一时间 找这么多的鬼田根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夫君放心 你妈妈已经寻过 这附近的鬼田根 定是足够的 还是我的夫人 私侣周全 崔晴舟 要不 还是我去带腿作耳吧 你是主将 不能有任何闪失 你办好我也很重要 得让他们知道 我是在 找他们的主力决战 那你万一被包围了怎么办 那就说明我们的 计刺奏效了 死了也是当的 不行 你不能死 再说了 那话你得亲自跟柳门堂去说 我可不跟你删后 打